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朋友 我个人觉得大家还是相当成熟的 起码看我节目的朋友蛮成熟的 几乎留言都没有第二个 就是说川普都不能去 肯定不能去 太危险了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是几乎一个主流的一种留言的内容 我个人其实也觉得蛮感触的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 佐伦斯基去 他是公开的 在Politico的杂志的 他的母公司的这个采访下 来公开表示希望川普能够到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他的表面概念呢 就是他的表面概念就是说 他承认了川普在控制整个众议院的一切 控制了共和党的一切 川普成为了在美国政府当中的真正的二号 三号式人物 你不好说 你要顺位讲的话 美国总统副总统加深议长 对不对 那川普的概念就是说议长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其实 基本上是来支持他的 完全来执行他的所一些大的方针政策 在这个概念上来完成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 就出现了一个另类的说法 也就变成了佐伦斯基承认 川普是美国最高级别领导人之一 那这是肯定的 而这个做法的本身呢 你说佐伦斯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说法 不好说 这个咱也不能说人家是和不是 因为他接受的是Politico的杂志的采访 Politico本身是左派 非常非常这个 对川普不是很那个 那如果就像有些阴谋论制的 那是个战争的地方 川普如果到了乌克兰 肯定去战争之地 他不会去其他地方 对不对 那看战争的残酷性 跟乌克兰的所需要的美国的支援 那在战争的背景之下 什么都可以发生 这是没错的 什么都可以发生 而川普是作为一个美国共和党的 这个总统的竞选者 但他是个普通公民 那普通公民来到了乌克兰 那乌克兰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援助 帮助 就是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 那作为美国政府 对前任美国总统 来到海外 来到战争区域 那美国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证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环境背景 而他又是现任美国共和党的 指定的一个总统竞选者 所以当几个条款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这件事情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而佐伦斯基遵促川普去造访乌克兰呢 就显得有些唐突了 就是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他自身很着急 就这么讲吧 他自身很需要很着急 那我们从善意的角度来讲 但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周边的可能性 跟他的许可信 所以这是一个 也就换个角度讲 正像朋友说的 给川普就设定了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环境背景 而且对川普的安全是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是这件事情大的框架背景 等到昨天晚上川普团队的两个人 直接接受了纽约邮报的专访 因为这件事情是来自于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的专访 纽约邮报团队两个人明确讲说 总统不会去乌克兰 做出了答复 不会去乌克兰 即使佐伦斯基提出邀请 总统也不会去乌克兰 这是一个显然意见 因为呢 现在去乌克兰是不合时宜的 那作为乌克兰政府跟乌克兰的总统 他跟他打交道的应该是今天的白宫 拜登政府和白宫的相关的机构 而不是美国前任总统 那川普没有责任 也没有义务 也没有可能去代替美国总统 就是现任的美国白宫 去对这个 去对这个 佐伦斯基做出什么样的承诺 而作为正常的美国政府来讲 那川普更不能以一种第三 以一种另类政府的态度去表达 所以这牵扯到国家的概念 如果川普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表达的某些问题出现差错的话 那就涉嫌 那真的涉嫌就卖国了 涉嫌这个涉嫌那 所以这就显示出一连串的问题 所以川普就明确讲 明确做出答复 不合时宜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是川普的一种 就是在这一次的政治选举当中 美国总统选举当中 川普的这种成熟度 就是政治素养的成熟度 跟对环境复杂那种识别度超过了上一节 上一节当时他是在总统的背景之下 他受困于那个总统的环境 这是肯定 但这一次很显然 他在一个平民的角度来讲 在一个被压抑的角度来讲 他能够做出很明确的判断 代表着川普的一种成熟 不合时宜 不合适明确拒绝 川普竞选官员星期三 否认了佐伦斯基 邀请川普 去访问这个国家 他说佐伦斯基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外联活动 而川普现在去乌克兰是不合适 他不是美国总统 对不对 那这里面就两说法了 第一个 佐伦斯基是在政治political杂志上讲的 他不是正式向川普提出邀请的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两回事 两说法 你可以把佐伦斯基的说法做成一种探路 但是呢 探路的本身 它又是公开的 代表佐伦斯基跟川普之间 没有一个沟通渠道 或者说川普不去跟他有所沟通 那佐伦斯基当时说我们透过事章的人 传达了资讯跟背景 那被川普团队的竞选官员直接拒绝 所以这就是这是一个真相的过程 只能说 我们希望川普来到乌克兰 亲眼看到一切得出结论 我愿意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几个月来 佐伦斯基一直公开提议让川普参观 就是来参观战争区域 而川普本身一直是回解的 那去年川普在Newsmax曾经 谈到有关佐伦斯基的邀请 他说很尊重佐伦斯基 但是这个时候去乌克兰是不合适的 拜登政府正在跟他打交道 我不想造成利益冲突 没错 就是说那这个时候的川普 是不能够代表美国政府 那国会不应该批准 对乌克兰的额外援助 除非贷款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川普的要命 就是川普可以影响国会 那国会不去批准 佐伦斯基的600亿美元的援助 那乌克兰政府就可能会坍塌 就乌克兰的战争 就会出现另外的场面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